本个二方会非常一般北京时间10月12日提高联盟中争争日上的年轻球队,人们常常会想起76人,凯尔特人与胡人等好强,但今年还有一支队伍值得我们的关注,贝尼克斯太阳。 在今年的选秀中他们又撞天选中了德安德烈爱顿,补充了优质侧异米卡尔布里奇斯,加上德文布克,TJ沃文和约什杰克逊等新星,这支队伍的重建拼图已经聚齐,帐袖爱顿在样本不大的季前赛中不如使命。 在无场比赛中场均得到18.2跟9.8篮板二盖帽,展现出未来联盟巨星的潜质,而在太阳队这一众青年裁军的光环下,16年4号秀德拉甘本德尔,却被笼罩在阴影中。 在度过了露露无为的两个赛季后,在本德尔第三个赛季的季前赛中,他在无场比赛上场时间超过80分钟,一共得到19分,其中两场挂零,命中率仅为23.8%,人们认为本德尔是16年选秀的前五选择。 由于15级波尔金级四的异军突起,让不少球塔在此后的一年的欧洲技术全面的灵巧形大各自特别着迷。 而年轻的德拉甘本德尔,就这样幸运的走到聚光灯面前,在进入NBA前的2015-16赛季,本德尔代表特拉维夫·马卡比成年队,出战38场作季比赛,场均出场12.9分钟,得到4.5分,2.5个篮板。 帮助马卡比对茶叶以色列联赛杯冠军。 在欧洲联赛,他的个人数据和这几年其他的大热欧洲新宿相差甚远,但那年的球塔们,依旧将他视为选秀的前目选择,并将他撑上了天,被媒体形容为下一个波神。 选秀中,太阳队稳稳的中了招,用宝贵的4号签选中了克罗地亚人,顺便一批他们还用7号签选中了马基斯·克里斯。 同届选秀中选择了两个风格总益,但是位置重合的球员,不知道小柯拉杰洛在打着怎样的算盘。 前两个赛季本德尔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前两个赛季,本德尔获得的机会并不多。 不仅没将自己球塔报告里控球技术好,投射精准的优势发挥出来,反而是在防守端将自己的缺点无限的放大。 本德尔虽然身高出众,但确实是空间四号位的打法,身材比较瘦轩,导致在挡差中虽然脚步不去亏,但是常因为身体对抗而处于劣势。 过于瘦弱的身材也影响了他的篮板球的保护,作为一个身高超过2.1米的球员了他的生涯场,均篮板数不超过四个,进攻端由于只有投射尚可,所以常常飘在外线,生涯场均拔球数不到一个,篮下的命中率也低于联盟平均水平。 上赛季,他的进攻效率只有99.4,排在所有球员第301位,而防守效率低至111.0,排在所有球员第283位,16级最大水货,的称号。 所以他莫属新赛季即将开始,太阳队用克里斯换来了和旅行相似的安德森,加上爱顿在大学时期更多,打的位置其实是4号位。 本德尔的上场时间肯定会出现下滑,在众人都不看好的16年选秀中,前十顺位的成才率却异常的高,而被太阳选中的本德尔和克里斯,在其中就有为烂眼睛。 这选秀能力,也是不禁令人感到钦佩。 来到第三个赛季,本德尔还值得球队场就一板吗? 但无论如何,16级最大水货的名号,几乎已经非常莫属了。